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老编来王 欢迎来到民族正线 这一集呢我们说件事情啊 什么事呢 网友呢表示很担忧 有的网友呢可能辗转反撤睡不好觉 咱们很多乐爱政治的网友啊 说老编啊 这个土耳其发现了6.9亿吨这个稀土 这个是不是对中国的这个稀土啊 是造成一个很大的打击啊 我们国家啊 中国稀土公司 刚刚成立的中国稀土国际贸易公司 要整合上游中游下游横向跟纵向的 这件伪业 那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冲击呢 是不是意味着从此以后 我们不能拿稀土作为武器 去制裁美西方了 因为土耳其它也是一个北约国家嘛 对吧 它这个立场也一定是属于是 亲这个美国的 那么对于这件事情啊 网友呢大可不必担心 为什么 因为土耳其发现这个稀土矿啊 不仅 对我们没有影响 还反而还会让我们大赚一笔 好 那我们来看看到底什么原因啊 给大家找到一篇文章来分享一下 第一个 土耳其媒体发布了一条令人大吃一惊的消息 根据俄罗斯卫星通信社援引土耳其日报的报道 在土耳其西北部的埃斯基谢希尔省 发现了大量的稀土资源 据说包含6.9亿吨稀土 这个这一储量啊 基本上和美国地质调查局认为的 世界头号稀土大国中国的储量旗鼓相当 因此土耳其这一月成为了世界上举重轻重的稀土 超级大国 根据土耳其媒体测算 这些稀土将给土耳其带来每年大约几十亿美元的巨额收入 现在的有一种说法的就是 能给土耳其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收入 那么现在呢就是它这个矿产 它是有点这个说不清道不明 你发现的是纯稀土吗 还是发现的是稀土矿产 前者跟后者那完全全是两个概念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土耳其这一下从天上掉下来这么大块馅饼啊 正是天降巨款 土耳其这是可以协土自重 稀土封疆 借土加薪 走上人身巅峰了吗 有可能 但是没有那么简单 首先这个消息来源就颇浪能质疑 毕竟说这个土耳其西北部 埃斯基西县 西尔省份发现稀土 早在19年就闹得轰轰烈烈传过一次 但是当时传出的储量不是很大 说是有两亿吨左右 现在不知怎么就变成六点九亿吨 而且不少细节说的也不是很明确 这个媒体发现的是没错 真的就是这样的 我也不知道它这里面到底是怎么样 谁也说不清楚 比如这个六点九亿吨到底是稀土矿石还是纯稀土 这是搞不清楚的 如果是前者的话 那全世界储量二十多亿吨 其中八亿吨都在中国 土耳其现在发现了六点九亿吨 这个数据似乎也算 也不算非常离谱嘛 但是如果是后者的话 那就属于放卫星了 毕竟按照美国地质局的数据 全世界的稀土元素总储量也不过一点二亿吨 其中将近五千万吨都在中国 土耳其这一下子发现六点九亿吨 直接就达到了中国稀土总储量的十四倍 还有得涨 这个怎么说呢 咱们的第一反应是有点假 让子弹多飞一会儿吧 那么我们简单来看一看 梳理一下 从稀土变成矿石当中有多少个环节 同时咱们就算土耳其真的被这么大个馅饼砸中了 真的勘探到了这么大的稀土矿场 真是要从矿石变成稀土 中间还有不少环节要走 不可控的因素真的太多了 比如 你看探到的矿石储量和可开采的储量 本质上就不是一回事 比如说地球的铁矿镍矿 在岩石层以下的软硫层多的是 地脉到处都是铁镍 这个熔岩硫 但是这种位于地脉的铁镍元素 你咋开采 稀土元素也是一样 比如有些稀土 矿脉埋藏的太深 在地下千米以上 那你怎么开采 因此发现稀土到开采稀土 首先要弄清楚的问题是 这些稀土到底能不能开采出来 要是埋藏的位置无法开采 那就真的是守着金山受穷了 大家都知道 我们这个地球 大家都说这个地壳 还有这个地心 它就这样啪啪啪啪啪啪 这样一层一层一层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 那么我们学地理的时候都说过 它这个一层一层一层 这样子在浮动的 那么有些层的 它有这个岩浆在这个里面 对啊 你发现这个一层一层的这个矿石 没错 是矿石 但是请问你怎么开采 对 它有的 它是平铺 平铺直续的 平铺直续的矿 我问你 你怎么去开采 开采矿大家都知道 挖矿 要集中在一个地方 才能挖出来 对吧 而且你如果说在地底下 几千米深的地方 你看碳 你看碳到了这个石油 看碳到了这个天然气 看碳到了可兰冰 看碳到了任何的什么黄金钻石 是你看碳是一回事 你发现再多也是一回事 但是你真的要把它挖出来 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说这个土耳其 它没说清楚 倒明白 你发现的 你发现的是什么矿 这个矿能开采吗 这个要打给一个打打地问号 那么我们再来看 解决了可开采性的问题 接下来要解决经济性的问题 咱们还是以我国的矿产 开采为例 中国的铁矿石储量 铜矿石储量 其实都不少 但是我国还是极度依赖于 进口铁矿铜矿 为何 自己的矿石品位比较低 开采后冶炼难度比较大 也就是人家一吨矿石 能炼出200公斤铸铁来 我们只能炼出来100公斤 在开采效率和消耗资源 差不多的情况下 等于我们的成本 天然是人家的两倍 这种成本如果拿来造枪造炮 造坦克是什么的无所谓 但是用于商业竞争 那绝对亏的裤衩都不深 可以说没有任何的竞争力 因此土耳其发现了 这些稀土矿 在确定可以开采后 还是要看开采的经济如何 一般稀土都会和铜矿 等于有色金属矿半生 有些品位比较高 有些品位就没法看了 要是品位高的话 开采经济性尚可 也就是可以开采 那么土耳其这个金饭碗 才算得上初步端上了 要是开采经济性不行 在技术没有进步的情况下 等于越开采亏的越多 那是没有办法的 大家要知道 它这个稀土 它不是说 我这一块矿石 我里面有这个稀土 不好意思 你所谓的稀土 是一些微量元素 对吧 比如说像镁 像这个T 这些东西 对吧 还有其他的一些稀有的 那里面还有 伴随而来 还有可能有铁的成分 可能有铜的成分 可能你一块石头里面 就一丢丢 对吧 就跟他妈这个堵石一样的 就一丢丢 你看上去好像挺大的 但它只是一个表面 那大家想想看 那你这样的开采 你怎么去开采 所以说你要讲清楚 你发现了这个稀土矿 是能开采还是不能开采 品相怎么样 品位怎么样 含量质量到底有多少 没有一个数据 好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步 那么其实 你这个稀土啊 还是要这个 过五关斩六将的 什么叫过五关斩六将 首先我们再来 我们来树立一遍 首先你要去看 你要去勘探 勘探完以后 大概确立一个数量 确立一个数量以后 然后你要看它的 整体质量怎么样 然后要算这个经济账 经济成本 好 你算好以后 那么我想请问 你把它挖掘 怎么去挖掘 挖掘也要成本 如何去挖掘 对吧 就好像大家要知道 吃牛肉一样的 潮汕牛肉火锅 为什么好吃 其实不是说 它这个用的这个水牛 有多好 而是说 它这个厨师的 这个刀工师傅 切配师傅这个刀工 它这样切 跟它这样切 跟它这样切 或者跟它这样子 刀往前炫 或者说往后拉 它切的这个肉 切出来以后的味道 是不一样的 在水里煮是不一样的 大家明白吧 我想大家对 吃这个潮汕牛肉火锅 肯定很了解 这个什么吊笼啊 还有这种肉 你不同的切法的 这个口感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 做这个火锅 切配师傅 那个工资 应该是最高的 好呀 同样的 你在开采系图也是啊 你是这样子打进去 是这样子打进去 还是这样子打进去 还是这样子打进去 你怎么去开采 这个也是一个学问 当然 土耳其有没有 土耳其是没有的 中国有这个知识产权 好 开采上来以后 还有一个 剥离跟提炼的一个技术 这个技术 不好意思 也是我中国有现成的工厂 有现成的设备 有现成的技术能源 有现成的专家在这里来 专门来搞这套东西的 你土耳其没有 好 那土耳其说 我另取炉灶好不好 不好意思 中国从西土有到现在 几十年的时间的工艺沉淀 就好像我们这个汽车发动机 在发动机 飞机发动机这一块 我们为什么现在落后于西方 人家早就在一百二三十年前 三四十年前 就开始搞这个玩意儿了 那咱们起步才多少年 起步才几十年吧 对不对 起步才六十年 那你说你怎么跟人家去比 你想要弯道 所以中国一直讲 叫弯道超车 对啊 西土也是啊 西土你现在高科技武器 西土的话 也是要我中国 我自己 我有这么多的储量 我能把它开采出来 我是自己摸爬滚打出来的 摸爬滚打出来 然后经过科学论证以后 这都是我的技术专利啊 对吧 然后土耳其 土耳其它又是属于这一个啊 WTO的这个国家 就是世界贸易组织的国家 好 在这个框架内 中国现在一直在造汽车 但是我们啊 大头不是我们在振啊 大头是美西方在振啊 为什么是他们在振 他们有这个知识产权啊 他们这就叫帝国主义 为什么帝国主义 他要对你啊 要掌握这种知识产权 他对你进行剥削啊 你用我的这个技术 对啊 这个这个设计的这个概念啊 这个车子是这样子搞的 是我的专利 你得给我付钱 同样的 土耳其也是啊 你自己想搞可以 但是你搞的 你这个工艺 不好意思 工艺我已经 清醒这个专利了 你得付我专利费 啊 那他说我自己搞 我也不付双利费 我自己弄 你自己弄啊 那不好意思 那可能你这个效率就没那么高了 你自己搞出来一套这个标准 那恐怕又有点难吧 啊 所以说你即使是真的有这么多 6.9亿吨 真的有这么多 你开采出来 还得送到中国来加工 大家都知道 中国啊 和其他一些地方的主要生产 主要这个开采的是 清稀土 重稀土 重稀土 主要集中在东南亚 啊 重稀土 这些稀土 东南亚这些稀土 开采出来以后 都要送到中国来加工 来剥离 来这个啊 分离出来 啊 这套工艺可是很难的 你别说一块石头 啊 你看上去很简单 你怎么把它 拨到这个杂志没有啊 啊 纯度提高啊 这都是工艺水平 所以连美国都不敢在系统上跟中国造次 那土耳其他算哪跟踪啊 对不对 好 最后我们要来说 为什么土鸡这个时候要说这个事 大家都知道土鸡啊 在欧洲 我已经跟各位讲过 跟他们打过交道很清楚 土耳其猪 说话出尔反尔的 喜欢到处占便宜 你看哎 这一次 人家瑞典跟芬兰要加入北约了 土耳其马上就他妈的耍流氓了 对吧 要加入啊 可以啊 啊 把这个库尔的工程党的 你们庇护的这些人 通通给我 给我揪揪出来 都给我送到土耳其来 引渡过来 巨轮 啊 你们不能够去支持他 啊 否则的话没门 没得谈 啊 那最后没办法 只能搞 然后你美国卖我F16 啊 美国啊 行 买你F16吧 啊 那么 大家要知道 俄罗斯对吧 哎 他之前击落过俄罗斯一架飞机 普京由于要在修理亚这边打仗 啊 就没什么 没去找他的查 想算了 对吧 后来呢 啊 他现在又又宣布 啊 这个飞机飞过来 不准飞了 俄乌冲突一打 他说 哎 你俄罗斯飞机不能飞了 那俄罗斯因为在这里打俄乌冲突 也就懒得屌他 啊 只能飞机从这个叙利亚那边飞过来 啊就从那个伊朗那边飞过来 那么 还有一点 对吧 土耳土耳其这个 这个土机 又扣押了俄罗斯的这个啊 运粮食的船 货运船啊 扣押了 你看我给这个乌克兰面子啊 对吧 我给你面子 你看我多好啊 哥多好啊 啊 他一直以来都在干这些很猥琐的事情 大家要知道对中国两件事 当年现在辽宁舰的前身 瓦良格号 从乌克兰啊 被拖出来以后 经过博斯普鲁斯海下手 突然去不让我们走 啊 勒索一笔 那个敲诈一笔费用 才放行的 对吧 然后还有啊 那是说要买我们红旗二 啊 这个对吧 啊 对 买我们的红旗酒 最后他放鸽子了 啊 是拿我们去比价的 一二三三三 而且他动不动又要说 我们关心这个啊 维族人的命运 那维族人跟你突厥人 他不是一个种 他是回赫人 跟你这个突厥人不是一个种 那是中国特有的 全世界你找不出来 维族相同的这个基因测序的这个民族 所以他的这个地方胡说八道 啊 对吧 然后用这个方式 要来敲中国竹杠 他在大国之间好像很擅长于敲竹杠 但是我说过了啊 你在这个时候跟中国 中国在成立戏土国际贸易公司 打击美国的时候 当然这是听了美国的话 在这里指使 放这样的消息 等于说什么 放空中国啊 利空中国啊 就是干这个事嘛 干这个闭事嘛 对吧 所以说啊 这两天我看对国际的戏土市场 也没什么震荡嘛 啊 该他妈咋样就怎么样嘛 因为大家因为真正了解的人都很清楚 啊 中国是稀土行业的绝对大哥大啊 没有是无法不可替代的 大家明白吧 就我说你美国造那些子弹啊 你都得从中国搞这个梯啊 你飞机造那些隐形的那些东西 避开雷达的都得用美 这都是中国生产的 所以说你说他搞这个玩意儿 啊 很搞笑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 这就是土耳其猪 垃圾 之后 产生所窄的 人印都说 就 witnessed 我们的orem